正手拉球如何发上力 如何集中发力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动作的 这个力量的传导的这个方式 因为乒乓球最难的就是 我们如何把脚上的力量传达到手上 这个力量其实是一个动力链 那我们在其实在练拉球的时候 我们并不需要急于的 完全的是老想发出很大的力量 首先我们要把力量传导的时候 你在拉球的时候一定要感觉到 我们如果用了三分力 其实拉过来是六分力的球 才是正确的 包括跟球的击球时间 包括我们这个力量传导的时候 一定是通过我们的腿 包括我们的脚掌 前脚掌一定要碾住地 在发力的一瞬间往大腿上传 包括屁股和腰 这一下传导的时候 最后传到小臂 我们在拉球的时候 人一定要记住这个小臂 包括肩包括这个肘 一定是放松的 在接触球的一瞬间 我们有一个集中发力 每一下其实用身体来控制 包括我们的腿 一定要先记住用腿先发力 并不是说我们站得很直 完全用手发力 这样的发力是 并不是一个正手发力 非常顺畅的一个动作 一定是先用腿发力 传导到我们的上半身 再用上半身 在瞬间传到手上的时候 我们放松 集中这一下才有一个爆发力 包括集中用力的感觉 那我们肯定是要 每天反复地多去体会 如果说我们带球的时候 并没有这种感觉 我们要做一些徒手的步法 先要感觉到我们的身体 是一个非常顺畅的动力链以后 我们才进入到有球的阶段 学乒乓就看岩上乒乓